什么命中注定 什么无法分开 都是骗子 别别别 小主播 您在这儿 怎么是你啊 上车 快点 别愣着 我这儿挡路了 你快点 上车 快点 队长 你干嘛呢 你是怎么身上这么迟 你走啊你 你生病了 放手了 我问你 你知道什么是借口吗 借口 逃课 骗老师生病了这种 没逃课 我也没骗老师 不是 不是啊 重点不在这儿 我刚才强调的是 重点在一个骗子 就比如说明明不是这样 你为了给自己开脱 然后说成这样 比如 赖床过去上课 然后呢 你自己出于私心 那你心里就会有愧疚吧 那如果你是 本来就是生病了 那就理所应当了 那我说明白没有啊 你怎么就走了 好啊 亏我还跑去设计馆找他 我想告诉他 生病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我却忘了问他 那是不是他的本意 你说我影响你的设计都是借口 从前怎么没有啊 从前怎么没有啊 以前我不在的时候 你才会说 算了 你也不是以前的沈清源了 还好 一切都没来得及开始 我那一点点的心动 应该也很快就可以停止 沈清源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什么命中注定 什么无法分开 都是骗子 别别别 你别扶我 游如漩涡 一起沉沦 封剑迷信 要不得了